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好时 今天咱们来看刺客信条神话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英灵叠 本作故事发生在公元九世纪的英格兰 这距离起源一下子过去了九百年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这期间大概发生了啥事 在乌大维建立朱利亚克劳迪王朝之后 这个王朝的第四任皇帝 克劳迪乌斯彻底吞并了大不列颠倒 然而这个王朝在第五任皇帝尼鲁的带领下 很快就走向了灭亡 关于尼鲁皇帝的故事 我在之前讲的罗马之子那款游戏里 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有兴趣的同学待会儿可以在我的频道里搜搜看 王朝虽然覆灭了 但是罗马并没有就此衰落 罗马帝国是直到四世纪才开始衰落的 迪奥多西一世居然把国家传给了两个儿子来继承 这就把罗马帝国给分成了东西罗马 而西罗马的实力是很弱的 到了408年 也就没几年的光景 西罗马就无力统治大不列颠倒了 然后就从大不列颠倒上撤军了 后来昂格鲁人 萨克逊人 朱特人 他们都是热尔曼人的分支 很快就占领了这里 并且在这里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而西罗马仅仅过了几十年之后就灭亡了 欧洲进入了漫长且黑暗的中世纪 就这样又度过了三四百年 到了公元八世纪的时候 来自北欧的维京人开始南下节律 我们故事的主角爱沃尔就是维京人中的一份子 本作也是可以选择性别的 还记得我之前吐槽说没有跨性别选项吗 这次玉璧就真的给添加上了 但是无论选择什么性别 剧情都完全一样 而且主角的名字也一样 玩家在游玩的过程中可以随时切换性别 玉璧真是懒到极致了 连针对性别不同稍微给出一点点剧情上的调整都不给了 马拉卡 那什么是英灵殿呢 在北欧神话中奥丁是众神之父 他为了对抗诸神黄昏这场末日之战 就需要有人手来帮自己 于是他就派自己的侍女瓦尔基里骑上快马 去人间挑选那些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的勇士 把他们送到英灵殿 这里是奥丁接见勇者王灵的殿堂 在这里王灵们白天战斗晚上好饮 这就是维京人向往的理想生活 游戏开始 小艾沃尔的村庄突然遭到了敌对部落的偷袭 领头的家伙人送外号残暴者 艾沃尔的父亲带领族人奋勇抵抗 但最终寡不敌众 残暴者对老爹说 只要你乖乖跪下 让我把你的头给砍下来 我就饶你族人不死 无奈老爹只好照做 残暴者手起腐落砍下了老爹的脑袋 但是紧接着残暴者这个不讲信义的小人 又下令杀光族人 危难关头艾沃尔的义兄 西哥哥骑着快马 带着小艾沃尔冲出了村庄 西哥哥是乌鸦士族领主的儿子 他们俩侥幸逃回了士族领地 后来领主大人还收养了小艾沃尔 转眼到了17年之后 艾沃尔已经长大 这些年他一直在追踪残暴者 总想着为父报仇 但是好不容易把人找到后 他又不是人家的对手 残暴者本来是有机会弄死艾沃尔的 但是估计他顺风盘打多了 就有点喜欢浪了 他不想直接弄死艾沃尔 而是想把艾沃尔卖去当奴隶 然后在屈辱中死掉 可是这边残暴者刚一走 艾沃尔就把剩下的几个小杂兵给反杀了 随后他还去把手下都给救了出来 过程中他捡到了当年老爹留下的战俘 在触碰到战俘的一瞬间 艾沃尔出现了幻觉 回家之后 艾沃尔就找到部落里的女巫瓦尔卡 将自己出现幻觉的事情合盘拖出 然后瓦尔卡就给了艾沃尔一碗汤药让他喝下 艾沃尔喝完之后再次陷入幻觉 这次他看见了失去右臂的西哥哥 哥你咋回事啊 胳膊咋没了 没想到西哥哥竟称赴沃尔为陛下 紧接着一头巨大无比的巨狼出现 这块头比霸王龙还要大上一圈 艾沃尔从幻觉中惊醒过来 把幻觉里的内容讲给了瓦尔卡 瓦尔卡说这预示着将来有一天你会背叛西哥哥 哪不可能我跟西哥哥兄弟情深情同手足 我怎么可能会背叛他呢 算了算了我不信你我走了 随后艾沃尔又去见养父 希望他出兵帮自己去剿灭残暴者 但是养父给拒了 理由是目前咱们的实力不允许 紧接着西哥哥出差回来了 他已经出差两年了 这两年来他南下到处劫掠 这回回来是满载而归带回来了很多战利品 同时他还带回来了两个身着奇装异服的家伙 西哥哥介绍这二人是来自米克拉加德的无形者 一个叫老八一个叫小海 米克拉加德是北欧人的教法 这地方我们通常称他为军事坦丁堡 也就是东罗马的首都 这两个无形者来到此地是为了干掉一个上古维续者 谁呢就是残暴者 哎呀太好了西哥哥真是懂我呀 首领不肯出兵他就私下帮我找帮手 紧接着西哥哥又送给了艾沃尔一支绣剑 艾沃尔直接将其带在了手臂外侧 老八说你这带的不对 绣剑是带在内侧的 而艾沃尔却说作为一个战士 怎么能把武器藏起来呢 我才不要藏着掖着呢 看到这儿我会心一笑 这貌似是自大流氏之后 第一个正确佩戴绣剑的人 后来艾沃尔在无形者的帮助下 终于击杀了残暴者 只不过残暴者的儿子从战场上逃走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会不会多年之后他儿子又来找我报仇呢 残暴者这么一死 挪威各大士族都非常开心 大家聚在一起开联欢派对 金发王哈拉尔德也来参加派对了 历史上此人可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王 他统一了挪威 这对于整个北欧来讲都影响巨大 在派对上金发王提出了自己想要统一挪威的想法 并号召各大士族向自己臣服 然而这么屈辱的要求 万美想到养父居然同意了 并且他还是第一个向金发王下跪的首领 因为这老家伙现在只想为族人带来和平 此举让年轻气盛的西哥哥和艾沃尔顿时火冒三丈 西哥哥断然不能接受自己成为别人的臣下 于是便跟老爹划清界限决定自己出去闯出一片天 而艾沃尔指服他哥 无论西哥哥做出什么决定他都跟定西哥哥了 后来两人就率领着自己的手下驾着维京长船南下去了英格兰 刚踏上英格兰的土地 我们就受到了一群萨克逊强盗的热情款待 双方最大打出手 这帮强盗还想欺负维京人 这不是搬门洞府吗 结果艾沃尔等人就反把强盗的地盘给抢了 从此这里就成为了这帮维京人的据点 那接下来就该想办法如何拓展自己的地盘了 出来乍到我们不可能见谁杀谁哈 只能与人为善尽量去结交新盟友才是生存之道 所以接下来就是漫长且无聊的结盟线了 刺客新条现在的体量是真大 只不过玩下来就跟喝白开水啃馒头一样 尽管量大管饱 但是没味儿啊 期间艾沃尔发现了残暴者的儿子的下落 原来这小逼崽子是跑到了一个叫文兰的地方 那么文兰在哪呢 他在大西洋的对岸 没错就是美洲大陆 那个时候欧洲人不是还没发现美洲吗 其实根据某些文献记载 维京人很有可能在很早之前就去过美洲了 不过他们并没有在那里进行大面积的殖民 影响太小了 所以后世人就没认可 艾沃尔不远万里去到了文兰 只为杀掉仇人的儿子 也真是够执着的 要知道在那个航海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期 想要横跨大西洋 那就跟作死没啥区别 艾沃尔来到文兰后找到残暴者之子 并将其成功暗杀 然后他还从对方身上搜到了一枚水晶球 但是他没把球当回事 而是把球交给了当地人来保管 这个球后面还有故事 就让他先在这静静的等待有缘人吧 后来艾沃尔便返回了英格兰 刚回到殖民地 女巫瓦尔卡就找上了他 说是斯凯岛上最近来了一个女人 自打他出现之后 岛上居民就患上了失眠症 这让大家痛苦不堪 而见过那个女人的人都说那个女人 就是西哥哥的老婆兰蒂夫 艾沃尔听到这儿哈哈大笑 怎么可能 我嫂子天天在家搞建设 哪有闲工夫跑到斯凯岛上 兴风作浪呢 你不要污蔑她 我这就去斯凯岛上找那个女人 证明她不是我嫂子 随后艾沃尔便来到了斯凯岛 在一座教堂前 她看见了那个女人 我去还真是自己的嫂子啊 她叫了一声 兰蒂夫 你在这儿干啥呢你 紧接着女人转过身来说 我不是兰蒂夫 马拉卡 你你你你 居然是卡珊德拉 哎呀怎么哪一部游戏都有你呢 由于卡珊德拉拥有爱马仕权杖 所以她是不会老死啊 而此时的卡姐年龄已经有1300多岁了 两位莽夫一见面就打了起来 打了一会儿 两人又开始愉快地聊了起来 原来卡珊德拉并不是引起村民们失眠的原因 她来此地也是为了调查此事 后来经过二人联手调查 发现引起村民失眠的是 医术人遗迹里的一个金苹果 处理完金苹果后 卡珊德拉和艾沃尔又好饮了一大桶酒 随后卡姐戴上兜帽便走人了 这个桥段跟主线剧情其实并没有啥关系 无非就是卡姐来客串了一把 但是能让两位主角见见面 这个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 艾沃尔再次回家之后 发现西哥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跟无形者老八走得很近 他说通过老八接收到了神的指示 自己是神的后裔 而若想揭开自己的绅士之谜 还得找一个叫夫凯的人 只不过这个夫凯现在被威赛克斯国王给关了起来 这也就是说如果去救夫凯的话 那就会得罪威赛克斯国王 艾沃尔想让老哥冷静一些 不要去得罪一个自己得罪不起的人 那么威赛克斯国王又是谁呢 他就是被后世英国人称为英国国父的阿尔弗雷德大帝 你别看咱们在游戏中抢地盘拓展殖民地 搞得风风火火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历史的最终结果是 维京人没能在大布列颠岛上成功殖民呀 为什么呢 因为阿尔弗雷德大帝力挽狂澜 让外安内 那时候丹麦大军在大布列颠岛上非常猖獗 而且还有许多从北欧那边跨海过来 也想要趁火打劫的势力 另外英格兰当地居民又是一盘散沙 都是点各自为战的小部落和小国家 英格兰当时已是千疮百孔 但就是在这么被动的局势下 阿尔弗雷德将本土人给团结了起来 他成为了昂格鲁人和萨克逊人共同的国王 以前昂格鲁人是昂格鲁人 萨克逊人是萨克逊人 但现在叫昂格鲁萨克逊人 阿尔弗雷德一边向丹麦人示弱 一边偷偷调集萨莫赛特和威尔特 以及汉普三个郡的兵力 最终重创了丹麦军队 迫使丹麦人撤军 并签订了永久和平的保证书 使大部分地区又重新回归到了 昂格鲁萨克逊人的手中 让那些维京海盗们 以后若再想来这截掠 那就得掂量掂量自己会不会有去无回了 阿尔弗雷德就是这样的一位雄主 而眼下西哥哥居然要去招惹他 不过这个时候的阿尔弗雷德 还没有去完成以上那些壮举 既然西哥哥去意已决 艾沃尔无奈只好跟着西哥哥 一起上刀山下火海了 随后三人勇闯监牢救出了夫凯 可夫凯却说自己需要一块石头 才能解开西哥哥的绅士之谜 而这块石头之前被麦西亚王国的人给抢走了 然后西哥哥又想去麦西亚王国抢石头 艾沃尔极力阻止 咱不能把所有人都给得罪个遍吧 奈何西哥哥此时已走火入魔 石头他抢定了 神仙也拦不住他 于是艾沃尔只好跟着西哥哥 又杀向麦西亚王国并夺回了石头 但是紧接着阿尔弗雷德大帝便带兵包围了他们 经过一番交涉 双方好不容易达成和解了 没想到这时候夫凯却跪在阿尔弗雷德大帝面前说 不能放西哥哥走 他是神明转世 您要把他扣留下来 否则他将来必成大患 我觉你这个臭娘们儿 我们冒死救你出来 你竟然出卖我们 艾沃尔都快气疯了 但是西哥哥一听夫凯说自己是神明转世 却很开心 他说如果我真的是神明转世 那我肯定不会死呀 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那我干嘛还要反抗呢 听天摇命不就完了吗 夫凯对阿尔弗雷德大帝说 请陛下把此人交由我来处置吧 然后阿尔弗雷德便同意了 艾沃尔回到领地后 便开始力兵莫马 到处结交盟友 他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把老哥救回来 直到他攒够实力 向夫凯所在的城堡发起了进攻 经过一番激战 艾沃尔夺下城堡击杀夫凯 并救下了西哥哥 只不过此时的西哥哥 被夫凯折磨的遍体鳞伤 还损失了一只手臂 回到领地后 西哥哥整个人变得非常多疑 而且还很消沉 他怒劈艾沃尔 认为艾沃尔想将自己取而代之 艾沃尔心里那叫一个苦 突然想到女巫瓦尔卡曾经对自己说过的预言 于是他便又一次去向女巫寻求帮助 女巫又给他煮了一碗中药 艾沃尔喝下后又一次进入了幻觉 而这次 他居然附身到了众神之王奥丁的身上 命运三女神告诫奥丁 说诸神黄昏即将来临 神族的末日要到了 末日之后只有人类可以幸存 奥丁听罢 最开始四处寻找解救神族的方法 然后有个叫希尔罗金的巨人族女人告诉奥丁说 巨人族的神酒可以帮你们度过这场浩劫 我愿意帮你们得到神酒 但是你得到神酒后要分给我一点 奥丁说 毛问题啊 后来奥丁得到了神酒 当他准备喝下之时 希尔罗金又说 现在还不能喝 奥丁问 为啥 这时旁边一颗巨大的脑袋开口说话了 我擦 这就是智慧之神米蜜尔没 他的脑胎居然这么大 米蜜尔告诉奥丁说 神酒必须和圣泉里的水一起发酵才有效果 但是若要取得圣水 就需要献进一些身上的灵部件给他 于是奥丁毫不犹豫地摘下了自己的一颗眼球献给了圣泉 然后他终于得到了神酒 并且信守承诺将神酒分了一些给希尔罗金 希尔罗金说 阿萨神族肉体毁灭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不过神酒可以让你们的灵魂寄存在世界之树上 等灾难过去之后 你们的灵魂便可以转世到人类身上 从而变相逃过诸神黄昏这场灾难 我要这酒是为了去救我丈夫 跟你想做的事情无关 奥丁听吧 转身便回阿斯加德了 那希尔罗金这个人未来还会有戏份 将来等我讲到的时候再提吧 奥丁回去后将神酒分给大家 众神们一饮而尽 然后等待着将来从人类身体上复活过来的那天 其实整个神话故事都是医术人的真实历史 诸神黄昏就是他们的世界迎来了末日 只不过由于我们古人理解不了这些高科技的玩意儿 所以就自动将其脑补成了神话故事 醒来的艾沃尔终于明白 原来自己就是众神之王奥丁转世 而希哥哥就是战争和勇气之神提尔 为了帮助希哥哥驱除心魔 艾沃尔便带着他去找所谓的英灵殿 于是二人在北欧的一座雪山中 真的找到了尘封了上万年的英灵殿 而这里其实是一座医术人的文明遗迹罢了 两人来到世界之术前 没等希哥哥和艾沃尔反应过来 两只机械臂就钉在了他们的后背上 紧接着艾沃尔就失去了意识 然后他从维京人梦想中的圣地英灵殿里醒了过来 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美好 可以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可以无休无止地进行战斗 而在战斗中就算受伤或者死掉也不必担心 因为第二天这些人就会重新活过来 伤口也都会恢复 艾沃尔刚开始开心极了 但几天之后他就发现 这一切其实都是假的 这简直就是黑客帝国嘛 这样的虚假天堂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这一天艾沃尔的父亲找上了他 父亲说了很多往事 我本以为艾沃尔会被感动到 其料他站起身来 一飞刀就扔出去杀死了父亲 艾沃尔告诉自己 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一切都是假的 然后那些宴会上的人就纷纷消失了 艾沃尔想让希哥哥跟自己一起离开这里 但希哥哥觉得这里这么美好 为什么要离开呢 艾沃尔说 但这一切都是假的呀 我们要是不回去的话 我们士族怎么办 我们的家人会被敌人杀掉的 希哥哥被说服 就在二人准备离开之际 奥丁的灵魂突然出现 他不愿意让艾沃尔离开 就把艾沃尔扯进了一片黑暗的空间里 奥丁问艾沃尔 你都已经进到英明殿了 为何还想要离开呢 艾沃尔说 因为人世间有我牵挂的族人 家人和爱人 你想让我在这里耗下去 这样你就可以来占据我的身体 你做梦 奥丁一看自己被拒了 最恼羞成怒与艾沃尔打了起来 那艾沃尔当然不可能是一个神的对手 他索性不跟奥丁打了 一心只想离开这里 奥丁大罢 艾沃尔你是个懦夫 但艾沃尔连理都不理他 这样一来 奥丁就算转世失败了 他立即魂飞魄散 医术人转世只有一次机会 而奥丁没有夺赦成功 紧急着艾沃尔从机械臂上掉了下来 他回到了现实中 只见这时老八居然也进到了这里 而且他还用匕首绑架了西哥哥 这个老八其实就是洛基的转世 洛基已经成功占据了老八的身体 他非常痛恨奥丁 之前是他看走了眼 以为西哥哥是奥丁转世 现在才发现原来是艾沃尔 而且洛基还认为 现在的艾沃尔已经被奥丁给夺赦成功了 当年这俩神就有很多恩怨 现在心仇旧恨堆在一起 那就来吧 不过艾沃尔并不是很明白 为啥老八会突然翻脸呢 但是既然你都已经掏刀子了 那我也只好奉陪了 经过一番苦战 艾沃尔击败了老八 西哥哥趁机用机械臂扎在他身上 让他也陷入了天堂的幻觉之中 不知道洛基所看到的天堂会是个什么样子 西哥哥对艾沃尔说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我认为我已经无法再担任士族的领袖了 在我迷茫的时候 在我离开的时候 你都展现出了过人的智慧和力量 还有领导力 你的能力远在我之上 从此以后 你就是乌鸦士族的首领 我愿意辅佐你 艾沃尔也不客气 对老哥说了句谢谢 便欣然接受了 对了 还有就是老哥不仅让出了自己的王位 甚至还把自己的老婆兰蒂夫 也让给了艾沃尔 当然这个是需要玩家自行选择的 要不要把嫂子也占为己有 就看自己的心情了 如今整个英格兰 能跟艾沃尔抗衡的力量 也只剩下威塞克斯国王了 然后他集结兵力 居然把阿尔弗雷德大帝 打得是节节败退 最终阿尔弗雷德大帝被打跑了 可艾沃尔并没有就此满足 他还想把英格兰地区的上古维续者的头目 学识之主给清除掉 然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神秘人的信件 对方称自己有学识之主的线索 但他只愿面对面告知艾沃尔 艾沃尔对此人还是比较信任的 因为之前对方告知过自己好几个上古维续者的下落 于是艾沃尔便去见了这个神秘人 没想到他竟然就是阿尔弗雷德大帝 艾沃尔跟他打了声招呼 两人虽然之前在战场上是敌人 但是个人之间是没有仇恨的 艾沃尔问道学识之主在哪啊 阿尔弗雷德说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什么 你就是学识之主 那你之前还给我透露你手下的信息 你也推不后道了吧 一个组织的老大居然是个大内奸 阿尔弗雷德说 我们家祖祖贝贝都是上古维续者 在英格兰分部的领袖 这个位置是我父兄传给我的 但是我并不认同他们的理念 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我怎么能与那些豺狼虎豹同流合污呢 于是我就借你之手去除掉这些上古维续者 我想让一个更伟大的思想 取而代之接替他的位置 那将会是一个神圣的教团 他们会受到上帝的启示 指引大家成为更好的人 我去这个理念不错哦 我都已经想好这个组织要叫啥名字了 就叫圣殿骑士团 你看怎么样 OK 英灵殿的剧情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尔弗雷德大帝应该是在此之后 重新振作了起来 才去完成了我之前所说的那些壮举 好吧 至此刺客信条神话三部曲都讲完了 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和支持 我是好诗 关注我每周带你看精彩的游戏和电影 有本事的 就是没有传缓的